Hello,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KOL虽然在互联网中具有名人的特质,但是其实他们更多承担的是社群建设者的角色,他们会将用户根据特性和兴趣聚集在一起,而他们在这个聚集的社群中更是要不停分享新的见解来维持社群活跃度。 对于KOL来说,受众粉丝圈是一个闭环,他们与粉丝构成了属于自己的内部社区,他们不仅仅是社群的领导者,需要为社群提供内容,更要与粉丝交谈,打开心扉,并提出实时建议。 KOL不仅可以通过UGC及与粉丝的互动丰富社群内容,更可以通过自身的行为引导和规范,其他粉丝用户的行为,发帖,评论,晒图,直播越来越多的互动模式,使KOL与粉丝的融合进一步加深。 由于互动方式的增多,各式各样社交平台层出不穷,不同的KOL也争相出现在了大家的视线里。 于是每当大家要选择KOL合作的时候,一个问题就跳进了大家的脑海。 那么多的KOL,我到底该选谁?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即使是24小时都沉迷于互联网的资深网虫,他也不可能知道各个领域每一位KOL的名字,因为我们一般知晓的都是那些已经非常有名的头部KOL了,which means他们很贵,预算不允许。 但何况我们并不是资深网虫,我们是每天奉献8小时给自己工作岗位的社会人,于是许多朋友拿到网红营销的方案之时,也是非常头疼,which means网红是谁? 我的大脑搜索引擎已下线,那么遇到这种情况之时,我们有两种办法,看看你的竞争对手都找的谁? 数据来自Social Book I.O.2 求人不如求己 第二种方法就是从自己出发,从自己的目标用户出发,你可以在Social Book I.O.上根据自己的预算和目标用户画像来选择,适合自己品牌的网红。 你对目标受众的定位越准确,就越容易找到相关的K.O.L.目标市场,目标用户性别,目标用户年龄段这些,都是你很好的去寻找网红的关键出发点。 数据来自Social Book I.O. 当然一经搜索,就会有多个网红出现在你的眼前。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擦亮眼镜,好好甄选。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数据说话,更新,这个K.O.L.最近发布了什么内容,他们多久发一次,流量,这个K.O.L.有多少浏览量,点赞量如何,圈子,谁是你的产品圈子里,口碑叫好的K.O.L. 谁经常创作,跟你产品类型,相关的内容,内容,K.O.L.的推广内容的质量怎么样,可以用来做二次宣传吗? 平台,你的产品推广,是应该在什么平台? YouTube,Instagram,还是Pinterest? 数据来自Social Book I.O. 当然如果是需要大规模投放网红时,一个个比较分析下来,觉得会比较繁琐,不过这也不用担心,毕竟嘛,我们投放网红,管你用谁,用了多少钱,最后都会落到一个点上,那就是ROI,Social Book I.O. 目前,可以直接在进行K.O.L.投放之前,进行全方位的实时数据比较,当然更重要的是在投放之后,可以进行ROI的直接tracking,便与你即时跟进营销境况,调整投放战略,数据来自Social Book I.O. 当然最后,还是要继续给大家说几句叫K.O.L.所具有的带货能力,和它们在市场中所处的位置息息相关,首先,K.O.L.可以作为品牌与消费者的纽带,这种层级式消费越加明显,K.O.L.的带货能力就会越强,其次,K.O.L.可以为品牌增加曝光,形成刷屏式的传播, 最后,K.O.L.是社交闭环中的领导者,他们的意见不仅能左右消费者,但能为品牌产品提供策略上的指导,因此,K.O.L.在品牌营销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